眼前批下一道雷 闪光瞬间炸开 险些就被批中 9号下午民众开车行经国道3号南投中辽路段 遇上雷雨交加 雷电启发 民众当场吓得差点而抓不稳方向盘 这阵狂乱的雷电连隔在三十几公里外的台中都看到 从高处往南投方向 清晰看到了整个像是被浓厚的黑云笼罩隔绝 眼看天空一线隔成两片天 一处晴空 一处乌云 时而看到闪电贯穿步步惊心 山下狂风暴雨 不止隔个县市天气不同 有民众下午4点左右在南投中心新村的妙华山爬山 到达山顶之后意外发现 山下的南投市区正下着狂风暴雨 夹杂着打雷闪电 山上却是无风无雨 海拔相差不到一两百公尺的高度 天气有着天壤之别 台湾受到低气压接近影响 加上白天太阳强烈的加热之下 午后南投西半部 以及中辽山区一带 也旺盛的热对流发展 有局部瞬间暴雨 雷击以及强震风发生 因此在部分山区 可以发现山上好天气 但是山下狂风暴雨 专家指出受到低气压接近影响 加上对流旺盛 容易出现瞬间大雷雨 雨天视线不佳 民众要注意行车平安 也要慎防淹水 民事新闻张家伟 黄信如林子祥 南投报道